第十二题 一庭以某指尺多次测量他的橡皮擦长度 如附图所示 下列哪一次记录方式错误 我们晓得一个测量的结果要包含所谓的数字部分及单位部分 而数字部分有一组的准确值 还有一位的估计值 估计值在最小单位以下一位 我们题目上的最小单位是公分 所以我们就要会写人叉叉公分 但是我们这里还多一位的估计值 所以会写人叉叉点什么什么公分 那么这里只有一位 而我们的C选项1.75公分 他多了一位的那个5 他只会到小数点第一位 不会到小数点第二位 因此第十二题问我们说 下列哪一次记录方式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C 1.75公分